你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郑小超 你现在收看的是天下文章节目 内容来自网络上流行的热门文章 我现在为大家播报的这篇文章来自《美国之音》 作者 吴国光 国事光息 中国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背后的政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 全球关注乌克兰局势 就在这时 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的文件 一直在俄乌战事上表态吞吞吐吐 立场遮遮掩掩的中国政府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发布这样一个文件呢 文件中所表达的所谓中国立场 究竟是个什么立场呢 这个文件和这种立场 对于理解中国当前的国际处境和对外政策 又有什么意义呢 全世界都知道 一年多之前 北京举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顾新冠疫情危机而亲临捧场 成为中国这个场合的最为尊贵的客人 2022年2月4日 习近平和普京热烈会见 宣称二人之间实现了新春之约 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报道 两国元首深入交流 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 联合声明 阐述了中俄两国在民主观 发展观 安全观 秩序观四个方面的共同立场 向世界发出了加强对话、增进互信、凝聚共识的重要信号 这话说得漂亮 两国的事情也干得严丝合缝 20天后 北京冬奥会闭幕的烟花刚刚落下 俄国军队入侵乌克兰的炮火急震惊全球 我那时对朋友说 看来 普京和习近平这哥俩决定要联手干翻这个世界了 可是 这哥俩有几个没想到 第一 没想到乌克兰领导人和全国军民奋起抵抗 如此英勇顽强 第二 没想到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对俄国的制裁如此广泛而坚定 于是乎 有了第三和第四个没想到 第三 没想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计划如此不顺利 第四 没想到中俄合作无上限的所谓 互信与共识 立马遇到了如此重大的考验 正是由于这四个没想到 特别是第四个没想到 中国面对俄乌战争而陷入了巨大的尴尬 本来是要与俄国共乘一辆战车满世界拉风的 但这辆战车一年来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 习近平就不敢公然坐上去了 可是呢 普京哪能放你走 本来 他就需要中共给他的战争机器输血 现在这等焦头烂额 更会拉住老朋友不撒手 就这样 习近平在普京的战车面前 坐也不敢坐 下也下不去 那叫一个进退两难 更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普京拉住习近平不撒手 而是习近平和中共同样不敢撒手 对习近平来说 若不支持乃至支援普京 一旦俄国在乌克兰战事中完全失利 普京下台的几率极高 俄国政局变天的几率也很高 这一事态如果发生 那将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0年代初期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以来的最大历史性事件之一 势必对中共政权形成后果难以估量的巨大冲击 对于自1989年以来即奉行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压维稳方针的中共来说 对于突出强调安全乃至为此不惜牺牲中国经济发展的习近平来说 这无疑是一场生死考验 这就是说 从维护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和维持中共政权一党专制这一根本利益出发 习近平和中共从内心深处势必挺普京 挺到底 可是 这就回到前面所说的四个没想到了 和普京绑在一条绳上 在世界各国面前当过街老鼠 这显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 和普京拴在一起挨打 那同样会危及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和中共政权的一党专制 如果由于挺普京而受到国际制裁 可以说 中共的承受程度还比不上俄罗斯面对西方制裁的承受程度 这主要是因为 中国经济几十年来高度融入全球化 中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极高 西方的金融制裁和技术制裁将重创中国 同时也会重创掌握着中国巨量财富的中共权贵 进一步说 经济衰弱下的中国 各种社会矛盾也容易趋于激化 中共维稳的难度也将增加 习近平政权的安全同样也将遭遇严重挑战 这样一来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这个文件的出笼 用意就很清楚了 那就是 试图战赏 谈判 和平 人道的道德高地 打算以此来摆脱进退失据的困难处境 尽可以缓解普京在战场上的失利 退可以对抗美国对中国的可能制裁 最近 美国数次警告中共不得向俄国提供武器弹药来支持俄国的乌克兰战争行动 特别是不得提供致命武器 有迹象显示美国已经掌握了一些相关证据 所以才发出这样的警告 美国似乎并不愿意撕破脸来直接揭穿中国的战争援俄行为 当然这也是因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俄干脆直接形成战争联盟 这些警告其实是给了中国一个台阶 但从中国发布的这个文件看 中国并不打算就坡下驴 而是依然搞手术两端的把戏 为什么说中国讲和平谈判只是企图丈人耳目的把戏呢 这是中国的行动所揭穿的 就在中国外交部发布上述文件的当天 中国在联合国通过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的决议时投了弃权票 不撤军还有什么和平 兵临城下怎么谈判 这样当着全世界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只能说明一个好似冠冕堂皇的文件 并不能改变中国在俄乌战事上进退失去的根本困境 政治这个词有两种很不同的含义 一个含义是事关公众事务 一个含义是弄些诡计手段 中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所谓立场 无关国际社会或中国民众的公共事务 不过是为了维护中共的一党专制 而在事关国际公益的俄乌战争问题上耍点诡计手段而已 以上是今天天下文章节目 天下文章来自网络流行文章 我们尽可能著名来源 如有遗漏 请在节目区留言告知 谢谢大家收看 如有任何人不同意播报你的作品 一请告知 我是郑小超 谢谢观看